大家好,我是美国的波皮医生 好几周没见了 过去几周有一个很重要的国际的年会 所以月初的时候去开会 然后上周又去Denfer去旅游去了 家庭度假 这周开始继续恢复每周的视频 这周先就开始好物分享 今天我要分享的是一个Amazon的Kindle 这可能都已经有点过时了 我在很多年前买过一个Kindle 那个时候实际上没有看书的习惯 是想要买了Kindle之后 帮助自己来看书 现在这次是刚好相反 我已经有很好的看书习惯 已经看了好多本书了 最近在看How Not To Age by Dr. Michael Greger Dr. Michael Greger出了三本书 都是相关性的 一个叫How Not To Age How Not To Die How Not To Diet 所以我边看这本书的时候 也在边听 每天都在听 同时也在看 就发现现在看书这么厚 尤其我去Danford出差的时候 去旅游的时候 把它放在包包里面就很不方便 所以我就买了这个Kindle 这次简直是一下子买来 就是我的大爱 马上就把它的很多功能就弄好了 所以现在特别喜欢这个Kindle 它有几个好处 就是说你可以写notes 就是写你的笔记 然后有哪个词不太熟悉的话 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字典里面 比如说我看一下 有哪些highlight 有哪些词 这些词你可以点上它 就有英文的解释 还可以翻译成中文 虽然我在美国已经生活了 我在有生之年 一半的时间在中国 一半的时间在美国 但是有些词 我还是希望翻译成中文 我理解的也更透彻一点 所以这些都可以做到 同时它也可以放audible 就是放听书 所以这些都可以做到 我现在基本上就是 把这个书放在前面 然后用听audible 边听边看 这样又有它在说 然后又可以我再看 具体字怎么写 就觉得掌握的特别好 我读书 我这个人做事都非常认真 所以读书也读得 能够把这个书讲出来 给别人讲出来的水平 那自然是懂 要看得非常深了 现在介绍完读书的 这个tool叫kindle 如果谁用kindle 一定要联系我 我现在特别想跟别人聊聊 用kindle的事情 同时我就要聊这本书 这本书我是刚刚听完一遍 有些章节已经写出来 笔记在前面分享了 特别特别好 为什么好呢 它是非常叫evidence based的 就是寻政学 把这个有关衰老的这些 哪些叫pathway 就是生理病生理的过程 然后还有哪些 能够抗衰老的办法 比如是饮食啊 睡眠啊 还有体重管理啊 还有社交啊等等 然后还有就是你全身各个部位 怎么样来抗衰老 比如说怎么样能够骨骼抗衰老 怎么样皮肤抗衰老 听力视力 心血管功能 肌肉 甚至包括性功能 希望这个不要被小红书又查出来 把我给把这个视频给屏蔽掉 所以这些功能都会 它告诉你有哪些数据来提高维护你的功能 同时最后一个总结 这本书我觉得它的好处是呢 就是对一些我们希望尽量减少自己的病的 叫disease burden 就是不要生病 其实在你慢慢年老的过程中 并不一定会衰老 老并不一定要衰 我发现确实是这样 比如上周我们出去玩爬山啊什么 一直都是我要背包走在前面 这就说明年轻人如果你不锻炼的话 你和七八十岁 六七十岁 七八十岁 八九十岁的人比 你也不一定体力比他们好 所以在我们越来年龄越来越大 实际上是有更多的智慧 通过自己能够对这个生理病生理的了解 你可以把你的功能维持在一个很高的水平 甚至比你年轻的时候都要高 所以就是老而不衰 还有呢 我就慢慢相信 有的人一辈子老了都不会有老花眼 一辈子老了都不会耳聋 所以这个是不是能够要 能够维护好你的年轻 或者是比你年轻的时候够好 那就看你的知识和你的执行力了 好今天就是这两个分享 谢谢大家下次再见